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今对于徐耀昌接力表态这样回应 苗栗县长徐耀昌也说如果没有核安没有核四怎么看 现在如果这个有核安的问题的话 我们当然不会主张要重启核四 这个问题当年就已经解决了 马总统有信心核安有解 然而根据行政院掌握调查资料 核四下方有两公里断层带 一旦出问题 北北极陶宜兰都受波及 恐怕影响上千万人生命安全 面对四大公投 蓝营党内难有共识 公投说明会更有挣钱换奖风波 蓝营各方矛盾四起 朱立伦的四个同意 IP战略错误导致进退时据 下来说各自杠中间N4小组台北报道